二一 池大福中的心灵喵咪会客室 就由我们福岛酸人组出现了 三级警戒学生和家长在家闷坏了 亲子冲突和课业压力该如何排解 池中福岛室成立网路频道 心灵喵咪为大家解惑 家长很担心万一解封了 可是孩子三心已经成瘾了 亲少年他是很强调人际互动 一下子没有了同才的互动 没有办法让老师很这样子 面对面的给他一些支持 给他一些温暖 其实我们知道孩子一定有状况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辅导师 实体的个别智商变成线上 线上辅导以轻松对话 多元题材 讨论生涯规划 生命教育等议题 会考完的国三学生 那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说 考完会考以后该准备什么 甚至暑假怎么规划 用这样的一些经验呢 来告诉这些学弟妹 疫情期间 师生献上面对面畅所欲言 为学生充饱电 自信面对学习与未来 大爱新闻 林斯文 刘洪志 华联报导 录人民 Conteks 优优独播剧 zum측